那这个视频呢 没有重点啊 想听做多还做空呢 你可以走可以了 这个视频呢 就说我自己的一个感想 现在标普500就可以看一些从 这次从上个礼拜的last week啊 我这个频道叫数据可视化吗 我是程序员 你就不要告诉我这个情 或者这个两档斗争是什么样 你就告诉我数据 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数据 这都是11月20号 你先看到这个先不要害怕 这都是很多 有一半的资金都已经到期了 32就还剩下20左右 超过了一半啊 剩下20左右是没有到期的 没有到期就有一个19.3mL做空 这是一个13mL做空 好 这些也是已经到期了的 也放心 这是21年9月17号到期 那现在账面上就有14个ML 如果算整数的话 算整数将19.3这是6.7 那我们就算它是多少 21 22算它有22个ML 这一个做空之间 我们取这个 int值int来 算它已经是有22的这个做空之间 这些也已经到期 可以不用看 这也是那人家华尔街不可能白白有19个ML去买一个做空 这不现实 那又话又说回来 那我可以取一个返利 返利是什么呢 VIAC这个 VIAC你看30它都是明年才到期的 或者是明年3月19或者是1月15号 这是上个礼拜的 他这个礼拜他们赚到钱没有 没有 他亏了 可以看一下他亏了多少 VIAC现在变成35块钱 也就换句话说 期权差两块钱的话 差这百分之几的话呢 就会亏一半 他有可能已经将近亏了百分之三十多 四十了 那么当然他是明年的 他不是末日 末日就会亏很多 他明年的话 他也会亏了有百分之十几 至少 好 那这个 这个华尔街有没有赌中呢 有没有中呢 这个票有没有中呢 目前是来看还没中 至少要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 中旬才揭晓 来看到QQQ 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要看这一块呢 我不看好这一块了 我已经不看好这一块了 做空的资金要比做多的资金要多 那就很大的问题 一般来讲长期做多 短期做空 这才是对的 也就是说 32个没有人做多 32个16个没有人做空 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健康一点的 很明显现在是不健康 不健康的体现在是什么呢 在我的看来 在我的理解 这是一道政治 我认为拜登是不健康的 第一个 他的这个税务体制 就很多工程师 很多这个SDE进来听我的这个说 那我就说给你听 为什么 你们交了很多税 去养一个 例如像我 我不用工作 我拿这个失业救济 你们的钱是交到给我 来养我 这个社会循环呢 会导致到一个什么循环 这个人越来越难 如果拜登上台的话 必须必然是这个结果 他只是轻移民 那这个 那这个 看到这个股票市场 华尔街看到这样的后 他是有 他是有形式 就往上做 他就知道 可能以后是要空了 就可能拜登上台以后 他设这个要110万发110万绿卡 他可能 基于这个原理上 他短期做多 长期做空 看到没有 这是华尔街的一个决定啊 这也是华尔街的钱 那么 这个从这个经济法案来看 救济法案 这个是不是 南西佩洛斯 死活不让过 对吧 要么全有 要么全无 就是各行各业都救 要么呢 就是这个 你不能像川普说的 这个 只能救航空业 酒店业 旅游业 你这样不行啊 要么就全部没有 要么全都救 这是南西佩洛西 也就是众议院的方案 那从这样来讲的话 川普下台以后 能不能让你过 能不能让参与越过 拜登上台 川普下台 那他能不能让他这个救济法案过 肯定也不能 反正你都没有好果子吃 从斗争学来讲的话 我觉得川普如果真爱美国的 他会让过 如果是从自私人的一个角度来想的话 他不过也是正常的 他不让这个法案过 那么这个人感染 随着感染的人数增多 像第一次的时候 他的股票就会 刷这样下来 这是必然的 PLTR这个也是有10 10.4米 这个也是已经是亏了 铁定亏了 你看 亏了很多 这一死一片 一片一片一片的死 那再来看到下面 IWN我就不评论了 这个QQQ你看 现在是299 他也是一个 291的时候 市场的资本 已经认为他是比较多的了 你看上个礼拜的QQQ 到哪 才拿到哪 你看 在这里 2.8个Millian 14欧的2.8个Millian 那看这里 8.1个Millian 做空 比做多的资金 整个礼拜还要多 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现象 在我看来 我不管他怎么对冲也好 不对冲也好 起码 我看到这个数字 我就感觉到市场过高 或者不健康 好 OLI这个 有没有赚到钱的 他是88块2毛3 OLI 那之前是88块 现在还91块钱 那你 你是不是说这个 想说这个火尔街 你们这帮人就没脑子 现在这个拜登上台 明显经济也好啊 不可能 我告诉你 火尔街这个的力量 还有犹太帮的力量 搞不好比较川 不要厉害 哪谋 为什么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只有一个原因 就他们认为 川普不会赢 就这个拜登不会赢 如果明确的话 市场明确的话 那是不是涨 对吧 是不是往上涨 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 那就是往上涨 对吧 那如果不是拜登 是明确的话 那市场就存在 不稳定因素 不稳定因素 那就是会导致跌 那就是会导致跌 现在这个市场 是属于一个过热 还存在属于过热的现象 也就总体而言 我认为 我觉得 在下个礼拜 这个一开盘 就是一个大跌 我先把话放在这里 我认为这个不会超过多少号来交 不会超过10号吧 不会超过10号 或者正好超过10号 就11号吧 11号以前 它一定是一个大跌 华尔街每一分钱都不会让你这么好挣了 这里做空的盘要比做多的盘多 再开看this week 这个礼拜 那都是涨涨涨跌跌跌 但是它越涨 它越多人做空 看到没有 跟随学还有直接是盯上了中概股的资本 直接是65块钱做空 实实的做空来 BBBY SPG TXN 你觉得健康吗 你就平心的论 你就看这一边的 那相反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 数据 这个居家股 居家股 在家里面的股票 这样这些 也就是上一次疫情的时候 FANG很猛的势头 那也就是说会有可能回到 三月份或者四月份时候的这个 这个一个情况 这个可能我的这个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你们觉得我哪里说的有问题的话 麻烦你们告诉我一下 在下面评论一下 我不为流量 我就为了这个 怎么改变一下自己 我把这个每天的数据给大家 那麻烦大家也帮一下我忙 我说话应该哪里改进一下 谢谢大家